2023年8月16日是农历七月鬼开门的日子 民俗上禁忌多就怕稍不注意摔整年 命理师江百乐认为大家应谨慎遵守民俗禁忌 才不会招惹到好兄弟 他也特别提到生肖兔、鸡、虎、猴 容易卡阴、卡煞最容易半夜遇到鬼 最好在此时前回到家避免被抓交替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大家都喜欢去细水消暑 江百乐建议不要去海边、河边、溪边溪水 外出时也需注意容易发生车祸的路段 纳谷塔、坟墓也要尽量避免经过 更不要尝试探险命案现场的冒险活动 江百乐表示晚上11点后英气震慎 因此呼吁民众不要出门 他也提醒避免吹口哨、挂风铃等 这类声音容易招音鬼魂 另外,拜拜时应保持真诚的态度对待机品、精致 江百乐解释海边、溪边、坟墓等地方 容易被抓交替或卡到阴 他分享到两个女儿的亲身经历 我曾在农历企业带着他们去河边玩 附近就有那古塔 想说有我在,鬼魂应该不敢乱来 谁知道后来回到家还是发烧了 经民俗方式处理后才慢慢退伤 他表示鬼魂容易被火葬烧到 因此会跑去西边、河边降温 所以鬼月去水边玩很容易卡到阴 而机品部分 江百乐曾遇过一个小孩跑到家中桌下的机品 毛巾、水、尿尿 结果触怒了好兄弟 受到惩罚 小孩的伸直器竟肿了起来 最后靠神明起价才解决 如果民众非要去容易卡到阴的地方 江百乐说可以佩戴关公、管史英的玉佩 也可以去庙中求护身符 鬼月将至人心惶惶 但只要存好心做好事就能平安度过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